健身房子八大航月4月1日期實施 接種疫苗和健康能源第三劑 對這個我知道 首先我們尊重政府的選擇 我們只能暫照 法規來做 那他4月20號呢才要正式 4月20號之後 才要正式 我這件衣服沒有要賣 我會送你們另外一件 那個比這個漂亮 我不可能拿這個出來送你們啦 我不可能拿這件出來送你們啦 這太難看了啦好不好 鄭先生還錢 鄭先生還我薪水 鄭先生還我薪水 鄭先生還會員的退費 鄭先生 開啊 鄭先生 鄭先生還錢 鄭先生還錢 鄭先生 那我先來講一下 鄭先生這個疫情呢就是要共存嘛 鄭先生所以政府現在他也 鄭先生不給你什麼清零政策 鄭先生 鄭先生也不公佈足跡的 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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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公佈足跡 臥軍又中了嘛 然後高雄 高雄 台中 其他地方還在公佈足跡 還在公佈足跡 我先跟大家聊這個東西啦 那目前為止是 希望各位會員可以盡快去施打第三季 4月20號嘛 那八大呢 他匡列呢 光星北市匡列下去的行業 超過25個行業 28個還是25個行業 什麼電影院啊 什麼餐廳啊 反正一大堆 都要打第三季才能進去 所以幾乎是說 還是希望各位就是說 已經不單單是健身房 不單單是健身房 也就是好像28個 28個 營業的 4月22號起嘛 28個 地方 也就是說如果你不打第三季的話 你未來去到哪裡都會被查那個小黃卡 然後聽說有個App 可以查齁 那個App好像是 健保卡的App 你個人的 可以出事 如果你沒有小黃卡的話你可以 用那個App 按給工作人員看 無論去到哪裡 他都會跟你 App上面有誰就講你打幾季了然後去哪裡打的 我記得一個 一個健保健保的一個App 也有 那 超過28個行業我今天有看到我搜尋一下 打滿三季 4月20號起24個工作場地加建箱團旅行團健身需完成 有24個 營業場所 24個場所 都要 都要打三季 24個 好不好 我們尊重啦 旅行團 進箱團 健身房 他有24個 24個 地方 遶境 24類工作場所 高級中學等以下學校級 高級中學以下表演藝術 團隊 團隊練習 就是在他課後的這個社團 然後經濟部的是錄影帶的播放場所就電影院啊 NTV啊 KTV啊 電子遊戲營業場所 就是他母熊啊或是你要去拔拔拔拔 資訊休閒營業場所 網壩 電腦地方 視聽歌唱場所 KTV 桌遊 麻將休閒館 營業場所 那就不用講啦 桌遊 會議及展覽場館 會議廳跟展覽場館 歌廳 歌廳 午廳夜走會 俱樂部 酒家酒吧 酒店 理容院 你去剃頭髮也要 視聽理容 其他類場所 特種咖啡茶室 夜店 午廳三溫暖 大型餐宴婚宴場所 你要吃酒 你要去 人結婚 那都要 美容媒體業 就是醫美 醫美 勞動部 是職業訓練場所 就是你要去進修職業場也要 衛生福利部 拖映中心 衛福部多元 社區社區活動 衛生福利機構社區型 私自社區服務近點 親子館 托育資源中心跟民俗 調理業 養鈴 按摩 幾乎就是外面的營業場所 全四眼 幾乎外面的所有的娛樂營業場所全中啊 全中啊 到第三季啊 全中啊 第三季接種規範 強化 4月22號 我們都會修仙座 恩 好 就這樣 那當然我們是尊重政府啦 好不好 反正 不要再給我叫我 他媽給我關門就好了 那我就真的是 賭爛 賭爛叫 你再叫我關門喔 現在是規定員工 恩 我們員工幾乎都有打地 幾乎 喔有的沒有打的 我們也會叫他趕快去打 好不好 所以就尊重政府啦 反正 我們的 阿館的理念是 沒有辦法 就是說 我們是 做生意的場所 我們不能 我們只能說政府說我們就是 努力做 那希望客人安心就是這樣子 希望客人安心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那希望大家都 保護自己啦 保護自己的方式就是 打一下疫苗嘛 保護自己啦 那如果你有疾病不能打什麼的 那個應該我也可以提亮 阿幹嘛妹妹 所以說我們只能依照政府的規定 我們把自己做好 然後希望我們的經濟 喔 不要 不要不好 大家做生意的人都 可以持續下去做 在目前為止 我還是老話一句 就希望未來 我們沒有辦法再停止我們的商業活動 我們只能 全世界都是這麼做 好不好 那 今天 三重的會員 三重會員我又想要跟大家宣佈一件事情 並不是 最近 很多會員都打電話來 我們的新莊館 然後我們的主管都有出業回應 我現在 我今天會打這個標題喔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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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心覺得 鄭先生 鄭先生 你已經不攻自破 鄭先生人家說潮水 退了 就知道誰沒有穿褲子 現在全台灣的這些人包含館黑門 真的要相信他館 現在已經扯到一個沒有辦法再扯的地步 最近我們的會員 有回來 找我們公司 講 我覺得三重館不斷的三重這間忽必烈健身房不斷造成 我陳迪思汗 健身集團的一個 困擾 現在他們已經 我可以說不要臉嗎 我應該可以說不要臉 我覺得太扯淡 已經到了一個很扯淡的地步 現在無論是你去現場 或是你打電話過去 各位會員可以去試 也許我今天晚上講他們又會換這種說法 他們已經直接 跟你講說如果你要退費的話 你去找陳迪思汗 有會員直接打電話給我們說 他打電話給 吳壁烈 說要退款 他直接叫他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退款 你要等我們退款的話要非常非常的久 不知道什麼時候 非常久 那你要的話5月3號 他很貼心 5月3號去新莊館 記得帶那個身份證件跟 那個存者 非常貼心 希望他現在就希望館長趕快把錢退給各位 他還很貼心 他還說 希望會員可以帶著這個身份證 還很貼心 跟那個存者 去 5月3號他還記得5月3號 去 陳迪思汗 的新莊館 辦理退費 他說你要趕快拿到錢的話 他們現場工作人員現在一致的口供都是對外這樣講 我真的聽到我真的覺得我有史以來最經過最誇張的 一件事情 你欠人家錢 你上新聞 大家去查新聞你講的 講得怎麼樣我絕對負責 這叫絕對負責 1000萬把他桌上 我絕對負責貴你的退費 我還要經營還要經營 他場館都有在開 你場館都有在開 然後你不還錢 然後會員問你你還可以大辣辣的 你說 陳迪思汗說我們 多不好多不好多不好 說我們什麼怎樣 滿嘴謊言之外 你還可以跟會員說 如果要退費的話 去找陳迪思汗去找新莊館 在5月3號 記得帶身份證帶 存責 那我今天 那我今天希望各位可以 幫阿館 跟廣大的社會觀眾在網路上 或是說各位三重的朋友 小弟 從小 在廬州 出去玩 都在 三明國中 都在壁華 都在四處跑 都在中正堂 三重中正堂 玩的地方都在天台 都在客賣雞 吃東西都在五華街 我們吃港的 三明國 老酒音 請各位在地的老酒 人 三明國 人 給我們聽一下 把這件這麼扯淡的事情 把他講出去 拜託大家 稍給我們試試一下 我不是要出來選議員 我也沒有要出來選立委 更不要說出來選市長 我只是安安穩穩的 我想要 讓一個 企業 成長茁壯 那今天遇到這麼無奈的事情 被他抹黑的這麼嚴重 到現在才 今天15號 已經過了法定 約定時間 他已經違反 消保法 已經一直違反消保法 他竟然今天跟 這個 這麼多的會員這樣講 然後我們也有會員提供 這會員提供的錄音 我們來聽聽看 我也還沒聽過我們一起來聽吧 好吧 而且這是第一段了 大家聽聽看 好不好 顧貝烈健身房您好 請按9 有總機為您服務 我想要詢問一下退廢相關的事宜 請說 那個我之前有填單了 然後我想要知道 辦理退廢的部分我之前已經有填單了 之前是在我們這邊現場填單的 對 好 目前呢 如果有在我們這邊填單的 我們會一併跟 陳先生那邊做處理 是跟陳先生 不是啊 我現在不是對 忽必鏈嗎 對對對 就是 你們在我們這邊填單的 我們現在已經 就是完全交給我們的 那個行政團隊去處理了 所以那個退廢的程序還在走流程 那請問一下這個時間要多久 哎 你是要問說你什麼時候可以拿到錢 對啊 因為都已經申請了 那我們辦你這個退廢 那你們 我知道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把事情要推給 陳先生嗎 沒有我們沒有要推給他 是因為他在媒體上面公開說 如果是會員的話 可以在5月3號 去找他那邊退廢 那 如果說是 已經在我們這邊有申請的話 我們這邊一定會退廢給您的 只是這個流程你現在是要確定有多久嗎 對不對 因為 不是現在陳先生歸陳先生嘛 陳先生是說 他說他們 他會 你們這邊不負責他才要負責嗎 但是問題是你們自己也有開記者會說 你們這邊會幫所有會員處理嗎 你們也拿了一千萬出來 說你們會處理這件事情嗎 嗯你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我之前已經有申請退廢了 好你等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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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晃過來 等一下晃過來 那沒有兩千人的 目前知道 但是我就不會再通過 你拿這尿的問題給我放在回來 你聽我兩千 拜 哈囉 喂不好意思王先生不好意思讓你久等 您說 我想要知道我之前已經申請退廢了 那這個東西好要跑多久 沒有您剛剛 您的退廢是什麼時候填寫的 3月20幾號 3月份的退廢我們會依照 就是館長記者會所說的 可能5月3號前您直接到 那個行蹤館早上退廢就可以了 他會來跟我們處理 我沒有要跟你處理啊 有沒有聽到 我沒有要跟你處理 你知道他講什麼 你跟我處理什麼 哦 所以我現在是 去找 館長 然後讓館長來跟你們處理 對對對 因為館長4月7號記者會是怎麼說的 但是你們不是也有記者會之前在館長之前也有說你們會處理 嗯 我們太清楚這一塊 我們就遵照4月7號他最新的說明會處理就對了 我們遵照他的意思 那但是那是他說啊 但是問題是你們之前也有 嗯 那是因為你們之前又開記者會出來拿了一千萬出來 因為他們也他也後來也更新了記者會吧 不是啊但是 他他他不是 但是那是那是陳吉思 你現在是站在館長立場跟我們說 不是不是不是我沒有現在是我現在是 對你們公司我是在忽必烈這邊辦的 我是發票拿到也是忽必烈嗎 你現在是叫我去跟第二間公司 館長 我現在不是站在館長立場在講這件事情 現在是我公司 我是找你們公司嗎 我可以說我可以先說嗎 對你拿到忽必烈公司的發票 但是忽必烈公司並沒有授權 他來找請你們回來退廢啊 不是嗎 但是忽必烈也沒有授權他退廢給我吧 照你這個邏輯來講的話 對啊 那為什麼會是叫我去找 他叫我的會員回來退廢這件事啊 不是我不管他叫誰回來退廢 我現在要申請退廢 我現在要申請退廢 不管我今天不管他有沒有 我剛剛聽到喔 各位客人 這是什麼健身房 他來 我沒有叫會員回來退廢 首先我所有的粉絲聽到這邊 我有沒有叫你們回來退廢 我沒有 我只是說 所有的會員 我還特別講 我沒有叫你們回來退廢 我現在直接回答你的問題 我的會員都在聊天室 我是說我3月31號退出 經營 那如果你們有事要回來辦 我們現在大家都辦 我沒有叫你們退廢 這是會員自己要退的 因為他們 然後你去罵客人 這客人呢 叫誰回來退廢 叫誰回來退廢 我現在要 我已經有跟您說 5月3號你可以找他直接退廢 我們會尊重他4月7號所開的 不是啊 那是那是 那是你把我認知 是他叫我來退廢的嘛 今天是我要申請退廢 我找忽必烈公司退廢 沒有沒有錯吧 這個邏輯上面應該是沒有錯的吧 然後結果你現在叫我要去找陳先生 我剛剛已經有解釋了喔 我剛剛已經有解釋了喔 我不是啊你現在解釋 你還是沒有解釋啊 我現在找你忽必烈 沒有錯吧 我今天有要申請退廢 因為你3月份不是錢寫的單子嗎 那因為3月份我們並沒有允許他退廢啊 允許 你 你以為你是誰 不必烈健身房 你到底有沒有做過健身房 所以客人要不要退廢要你允許嗎 客人要退廢是我們在新營方完全沒有任何理由 沒有任何推託 這是消保會規定的 這是法律保障客人 你要完全不管是倭菌 建工 還是我們 還是所有市面上所有的健身行業 都要無條件依照合約的精神 要退給消費者 你剛講那句話我真的聽不懂是 沒有不允許的問題 這真的是 我們再聽下去 這只還是 沒有允許 館長 叫會員回來退廢啊 不是 現在是 現在我要退廢 是你 是我的事情 跟館長沒有關係吧 你要退廢是你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 是 我現在要辦你退廢是我的事情嗎 對吧 館長4月7號不是有說了嗎 那是他 7號不是有說了嗎 那如果假設您在5月3號沒有拿到我們這邊的錢可以找他退廢 我們就尊重他的意思啊 所以 所以是 所以是說 那館長 可能會讓你有點震怒 可是我目前的回答 這樣真的很抱歉 沒有辦法解決你的問題 所以 等一下我先釐清楚這件事情 因為他如果你要照他記者會講的也是他記者會有講說如果你們這邊不處理的話 再去他那邊處理所以你現在意思說你們這邊不處理囉 我只能說你可以 4月5月3號直接去他那邊找他退廢目前是這樣子 因為你們這邊不處理我們再去找他處理嘛 所以你現在意思就是 5月3號 應該這麼說5月3號你可能沒有收到我們這邊的錢你可以去找他處理 因為這是館長說的嘛 所以 我這樣理解應該沒有錯嘛 就是你們這邊沒有要處理了嗎 就是5月3號之前如果你沒有收到我們的退廢 你可以直接找館長那邊退廢 這是他4月7號記者會說的 目前公司的目前公司有打算要跟他處理因為他會來跟我們處理所以 假設您要 先拿到錢那您可能就是先找他處理因為館長也會來找我們處理 所以就是 你們不處理我要去找館長處理 然後館長再來 館長再來找你們處理 對 意思是這樣嗎 對 因為目前就是 這是他記者會說的 我們就尊重他的 他的意思 所以 所以就是我講的 我講過很多次 這是他記者會上面說的 我們就尊重他的意思 好 沒關係 所以你們現在的意思就是 你們沒有要處理 我已經講了 就是他4月7號 對 所以我說 我把這件事情 禮乾淨嘛 所以你們現在就是沒有要處理 所以我要去找 那可能是您的理解 那我已經講了 就是4月7號他等 後面外就是這麼講 我知道他怎麼講的 所以我現在要 我現在要知道你們要怎麼處理嘛 所以你們現在就是沒有要處理 要我去跟館長處理 然後再從館長 再讓館長去跟你們處理嘛 所以你要先拿到錢 就先找他處理 是不是這樣子 我就只能照我回答告訴你 你一直問我對不對 我沒有辦法回答 你不好意思 很不好意思 沒有辦法決定到你的問題 很抱歉 那我知道了 謝謝你 謝謝 我先跟大家講喔 這種電話 我們這邊已經接到了10幾通的會員 差不多都是這樣的 回答 也就是說 不信的話 你們明天可以打電話去 換你們會員打電話去 應該都是這樣的回答 可是問題是按照 做到一個 我們今天做一個 經營者 這是我聽過 史上最誇張 我從來沒看過一個做生意的人 無論今天開什麼店 欠人家錢用這種方式在回答人家 首先我先理一下 我為什麼開這個記者會 因為我怕我會員 你不處理他 所以你不處理這是造成一個法律上的事實 結果你現在直接說找我 是要什麼意思 這三重是我的店嗎 這三重不是我的店 負責是我嗎 不是 錢 進你們戶頭了嗎 對啊 錢進你們戶頭了 不是進我陳吉桑的戶頭 我今天出來 懶這條錢 是 要跟你們法律大戰 全世界都知道這條錢要不回來 什麼叫做我要處理 哪有人家 我真的受不了 你店在 我跟大家講最扯是他現在店還在開 這個 無論是 我相信無論是社會上 無論是你生意做多 你一般的 觀眾朋友也好 或是說 你是一個很富有的人也好 你有辦法 或是說你是一個 我不管什麼樣的365行 各式各樣的人 有沒有聽過像 謝謝 謝謝美女抖內 謝謝 謝謝你 1690 謝謝你 你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聽過這樣子的一個公司 真的是他媽的 你現在還要營業 這個我真的是 匪夷所思 我真的覺得這個社會真的病了嗎 還是說 我們真的哪有這種人沒責嗎 法律就是這樣 剛剛看到了吧 這就是悲劇 有沒有聽過這麼扯的事情 新聞你要不要來操 有沒有聽過這麼誇張的事情 你們這些管黑 你們這些酸民 要不要 跟我道個歉 你現在聽到他有多扯 他會把 一件 他的這麼 這麼 閃丁閒點的事情 講得這麼歪七扭八 你就知道了 我跟他簽了合約 他可以怎麼不認 我明明沒有道領他的錢 他說我道領他的錢 我真的覺得這種人 然後相反我的做法 然後我們真的是 我完全拿他沒有責 我們聽第二通電話 這個有 第二個會員 第二個會員 給我們的 好 請按9 有總機為您服務 走機網線中 請稍後 收工 開門 請稍後 來 請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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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小姐在忙 小姐 等一下 你等我一下 好 好 謝謝 喂 你好 欸 你好 我想詢問退費相關的事宜是問您嗎 呃 您請說 欸 對啊 我想問一下 我們現在是退費是要怎麼樣去辦理啊 你說退費嗎 呃 退費的話 您之前已經填過單子了嗎 呃 之前沒有填過 沒有填過耶 沒有填過是不是 那您是現在目前想要退費 對啊 那 嗯 那就 您就找時間再來填單子 去現場填單子 等一下等一下 來現場填單子 填單子之後 那我們大概這個退費 我們再多久可以收到 呃 退費的部分 我們應該是會照 陳先生在記者會上面說的就是 連沒有填單的人 現在要去填單 你又說陳先生 那你到底在開什麼館啊 是 直接就是請 5月3號 會員先跟他處理 我們再跟他處理這樣子 所以 所以我現在是跟你們處理 還是跟陳先生處理 你先 你可能就先跟我們填單子 那你總要我們的退費單 或者是你要直接找陳先生那邊退費也是可以的 可是 我就有點疑問 就是說 因為我是在你們忽畢業這邊 這邊辦理的吧 可是 為什麼我是找陳先生這邊啊 因為這是陳先生公開場合說 他記者會上面說的啊 他希望是他 他覺得 債權可以轉移給他 然後我們再跟他處理 那公司可能就尊重他的意思 先怎麼做了 所以就是說你們這邊不會要補錢 就是就是沒有要退費的意思嗎 不是沒有要退費 是陳先生公開說明啦 就是5月3號 假設沒有拿到錢可以找他退費啊 沒有 因為我覺得這是你跟陳先生這件事情 跟我們消費者沒有關係啊 那 基本上我退 應該就是找我的健身房退錢吧 那那為什麼現在 你們推來推去 那說真的剛好屁次喔 對啊 我就是想要退費而已啊 我就是 把我剛剛的回覆 就是只能再講一次說 陳先生已經公開說明說 如果要退費的話 可能就是先 找他處理 然後他會再來跟我們處理 所以就變成說 你們現在兩個TP球 那我現在 這個球不知道被添了 你沒有TP球他不是 他有公開說明啊 不是他有公開說明 那他是他 你們是你們啊 那 所以先生 我有說你可以回來 對啊 那如果說你要我 是不是 那那那如果說 你們要公開說明的話 那他們說他 你們這邊沒有要退費 那是不是我要聽這個 你們沒有要退費的說明 那還是我去找小百貨 小保管 還是怎麼樣 其實其實本來就是可以找小保管 因為我們本來管就有開 那會員本來就是有自由活動的權利 那其實您手上也都有一份合約書 如果要自願退費的話 其實上面會怎麼扣 上面都有寫 那假設您真的要自願退費的話 就歡迎你來辦 我剛剛也有說 你可以來辦 不是我能理解 就是你們可能會扣錢 還是怎麼樣合約沒到 這我都能理解 只是說我現在是想 想知道說我的錢 你們要怎麼怎麼退 什麼時候會拿到這個錢 您要不要就先來辦 然後到這 因為我沒辦法 第一時間回答你這個問題 但是我可以請我們的行政團隊 回答你這個問題 所以我剛剛有說 你如果真的要來填寫單紙 那因為之前 他們有一大批人已經被叫來寫過的 那你是還沒有寫 那就請你回來寫的時候 可能我再請行政團隊再跟你解釋這樣子 那所以你這邊沒有辦法回覆我 就是退費的問題 因為我剛剛已經有講的 假設是之前的 就是已經有填寫過 可能就先找陳彥處理 那如果是目前 要直接來跟我們處理的 我會跟公司講 那是不是就照合約書走 因為管有開嘛 就像剛剛您講的就是 對我 公司都有開 管有開 那現在我自願不要了 那我是不是有其他的計算方法 所以就是說 你們這邊還沒有一套 完整的配套數字出來就是了嗎 也不是沒有一套完整的配套數字 我剛剛有講 如果您要自願推薦 就歡迎您來辦啊 我有講啊 對啊我來辦 但是你沒有告訴我後續 我到底該何去何從 沒有沒有 我去找陳先生還是找你 但我應該是要來找你啊 然後其實就會告訴您了呀 因為你用電話裡面 我也告訴你您可以來辦 我沒有不讓你來辦啊 所以總之就是我一定要去現場 去跟你們 你本來退費就是要現場辦啊 我想先了解這個流程啊 那不然 我剛剛已經有說了就是我們照合 一趟過去也非常非常有 因為我搬台中去了 那我現在一趟過去 就是為了聽你這個說明書 那 沒有沒有 因為我自己退遠的時候 我退廢 跑去從台中到跑到台北 我神經病啊 先生先生怎麼照顧你 我姓林 林先生我剛剛有說 您要退廢都可以來退廢 我剛剛有講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我說的不清楚 我有說您要退廢可以來退廢 那至於說您退廢之後 什麼時候要拿 什麼時候拿到錢 會扣多少錢 現場總要計算給你啊 不是嗎 沒有 我說就是 我只想知道這個時程要多 因為我最近要用錢 那我必須要好好安排這個事情 這個真的真的要看 這要看公司耶 這個我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回答你 因為沃君也是一個半月後才退給我 那我現在是要 拿沃君的標準來跟你說嗎 不可能嗎 我先不管沃君的標準 那我至少你要告訴你的標準 在哪裡 我剛剛有講這個部分 我沒辦法第一時間回答你 那還是您留電話 我明天請行政團隊再回答您呢 這樣好不好 好也可以 那麻煩你了 不好意思 沒辦法第一時間回答你的問題 是說您要退廢的原因是你辦家的對不對 對 好的 那我會請明天行政團隊儘快回覆你 不好意思讓你打了這通電話 好謝謝 沒有辦法解決你的問題 不好意思 謝謝 好大家可以從 這兩通電話裡面 或是說 十幾通 二十幾通 其實差不多都是這樣的話 如果你不信的話 你明天可以打電話過去 你明天可以打電話過去 那非常多非常多的會員 我不知道多少通會員 我來打電話給我們反應這個事情 那我今天 謝謝董內喔 謝謝董內喔 謝謝董內的所有人 謝謝你喔 那 好吧那 我想問一下 社會大眾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家公司 大家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你可不可以解釋給我聽嗎 我聽不懂耶 他們的意思就是說 他剛剛有講嘛 他意思就是說 如然你現場辦 最後 你還是可以 5月3號來找我吧 聊天室剛剛有人在笑我 說乾脆這條錢不要還 那會員去針對他 我出來懶這個 反倒是變成我吃虧 對 我還是跟各位講啦 賺錢真的 錢真的是 錢很重要 真的是很重要 但是你們更重要 在我的心目中 雖然聽了我是很無奈 我他媽真的是很無奈 但是事實嘛 對啦 反正你們 你們現在這樣子 就是知道了嘛 也不用拖嘛 反正就是時間 每天都在過嘛 我看我這條錢 反正我都準備好了啦 我是準備好了 我準備好 我最近都在準備一個戶頭 都在準備好 專門在退錢的戶頭 我不知道我心情變得好複雜 我心情好差 安慰安慰我吧 我真的很差 這個社會到底是什麼呢 你真的這樣 真的要做生意 真的是要做生意 你確定你這樣子要做生意 我真的媽服了你 我也服了 你們這位客服小姐 這種態度 你要做生意 你是一家健身房 你拿窩菌出來講幹什麼 你拿窩菌出來講幹什麼 我不懂耶 窩菌是你的店嗎 不是嘛 那你拿窩菌出來當個比喻幹什麼 我們成立事案 從來沒有 我們成立事案 我要不要拿建工幫你 用窩菌到極限 全真 這麼多健身房 你是一家健身房耶 你自己的行政體系 你自己對客人的一個應對 服務至上 客人為尊 這個東西你都做不到 你一直鬼打牆 你一直拿窩菌一個月半幹什麼 你是窩菌嗎 我們退費 聊天室裡面一定有會員 我們退費7天內 以前的會員我開了7年 我們退費非常快 7天內就錄你帳 甚至3天 基本都是3天 你來辦理 我們的業務出來承接 承接之後好 謝謝你 供應你離開 謝謝你喔 有空再回來 然後你回家3天內 3天內 你就會收到錢 然後什麼一個月半 我們成立事案就是你 到現場來辦理 3天內 3天內 就 3天內你就會拿到錢 這個 我們裡面沒有會員 我辦過退費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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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是你們現在要營業 謝謝董內 謝謝香港的朋友 謝謝你們 你們現在要營業 然後你用這樣的方式去處理 然後人家要找小寶關 你也是一句這樣 好你就會找小寶關 然後最終還是落到我的身上 落到我的身上 落到我的身上 就是找我處理 找我處理 我記者會上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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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事情吧 謝謝董內 所有的朋友 不是我 我怎麼跟會員處理 是我跟會員處理嘛 我一定會處理的嘛 那 我也討不掉嘛 那你們的處理態度到底在哪裡 你可不可以 至少退個一千萬 至少退個兩千萬 我不知道 處理部分的會員還怎麼樣 你完全不處理我處理 跟我處理 你要跟我處理什麼 你也沒有要跟我處理啊 真的是 心情有夠差啊 然後又遇到這個疫情 我真的他媽的快瘋了 我真的是覺得 我真的覺得這個 我真的覺得他媽的欺負好人嘛 我處理我處理 我好 我要叫什麼 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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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處理 處理 我他媽真的是 才去忍耐了 沒關係啊 那個都沒有關係 問題是你們怎麼可以 臉不紅氣不喘 跟會員講這些 你們應該是充滿歉意 會員餒 會員餒 哪會人客餒 哪會讓人客餒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啊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啊 我真的是很氣 我真的是很氣 可以加入會員的朋友嗎 你 各位你可以去 站在我的立場 去跟我解釋一下 現在到底是什麼情形嗎 你已經演這齣戲 從去年6月 發那麼多新聞稿 演到現在了 你現在乾脆不演了 是什麼 我本來想說這兩三天 看到也許你拿個三四千萬幫在桌子上 換你來賠 或者說什麼 你真的要經營嗎 你現在是不演了嗎 就代表什麼 代表你沒有資本嗎 代表你沒有錢出來處理嗎 你有錢的話 你不會這樣處理事情嗎 那我真的是覺得說 這個社會到底是怎麼 現在已經不是那一種 會不會有人退不退錢的事情了 你知道嗎 鄭先生 或是說你們這個團隊 我 我覺得現在 我覺得現在已經不是 不是不是卸同類 不是不是 不是退不退錢的問題 是你這種處理態度 錢 我覺得大家 會費就可能 買客可能都幾萬塊 或是會費可能都是幾千塊幾萬塊 買個客可能都一兩萬兩三萬 因為我們成績賽也 沒有賣很多客 可是 兩三萬 一個Kimoji 一個 你這樣的方式 我相信是媽的神 神看了會發火吧 你現在可以講出這種話 你們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經營團隊 可以去兜出這種話來 從頭自我去兜出這種話來 廖老大 好啊 我再請 人跟老大聯絡我 廖老大 我現在心情有點 不好意思啊 廖老大的粉絲 廖老大是一個 非常nice的一個老大哥 一個nice的老大哥 不過我現在心情有點 我現在心跳很快 我有點 生氣 但是 我生氣好像沒有用 我好像會把自己氣死 我好像 會在直播吐血或是說 中風之類的 我平復一下心情 好不好 我他媽真想 外面有沒有跟煙拿給我吸一下 我真的是 算了啦 接音就接音 我真的是快受不了 我他媽的沒被欺負這麼累過 雖然 他是這樣講啦 但是 以館長對各位的出發點 以我 他媽的做事風格 意義 我對這個社會要 盡到責任 然後 對各位要盡到一個責任來說 我還是選擇就是 沒有關係 那我們原定 這個5月3號 謝謝董內 謝謝 我們原定5月3號 該幫各位服務的 我們一定會竭盡所能的服務 那我們現在 有做了一件很漂亮的T恤 也是免費會送給我們所有的會員 不是我身上這一件 這件是 只有 只有一件 會一個非常帥氣的一個 一個T恤 那 給大家做一個紀念價值 不要讓大家排跑 反正 但是 我是覺得說 就已經 要賠這麼多錢 所以說 我再 花一點錢 然後 去做一件T恤 送給 所有的 這次發生所有這件事情的會員 那些T恤會非常好看 非常特別 然後 只送不賣 然後 希望各位可以繼續支持 陳迪斯漢 繼續支持 阿館的電商 哇 我真的是 做了生意這麼久 出社會到現在44歲 說老嘛 也倒不會很老 說年輕也不年輕了 結果讓我人生當中遇到一件 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我也算是開了眼界 那 錢嘛 很痛嘛 那 付得很不甘願 但是只要各位開心 我就當做 做了一個行銷活動 我就當做 先把錢還給各位 那未來 各位在在 各位還會在我這邊消費 如果往好的方面想的話 不過我真的很不服氣 到底是 你們怎麼樣的主管 或是說你們這個經營團隊 到底是怎麼樣去編這一串的話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5月3號 什麼叫做4月7號 因為我開了這個記者會 所以來找我 我 我真的不懂 這個東西 真的覺得 好生氣 我真的覺得很生氣 我不知道 我不是玩不玩的贏他 我 我不是要玩誰 我不是要跟誰對決 我只是覺得說 這件事情按照我們的表單上面來說 張建有2000人 無論是買客的 或是有會集的 將近有2000 我實際 實際數目我不記得 1000多塊 2000個會員 這2000個家庭 2000個好朋友 2000個當初 信任 當初我們的業務 當初我們的教練 跟你推客 或者說我們的業務 跟你推 然後你信任拉管 相信我們的場館 相信我們的員工 因為我講難聽一點 我也不能讓 謝謝 我們電商沒有獲到戶款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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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獲到戶款 我們電商可以匯款 可以可以 可以匯款 可以刷卡 我只跟大家講說 我也不能讓我的員工 因為當初跟你們 我相信你們很多會員 都有在跟我們的教練 的Line 或是說我們的業務的Line 無論是有離職的 或是沒有離職 身為他們的老闆 身為他們的師父 我這個當師父 人當老闆的人 我也不能 讓他們老闆 媽我老闆是個騙子 媽我媽我 陳志翰我師父是個騙子 我也不 我師父讓我很沒面子 我也 因為 不可能去 做這樣的事情 好不好 成人用品是成人用品 因為成人用品它是 成人用品上 成人用品的話 好像是可以 對 成人用品上跟我們的出貨地點 跟我們的系統是不 不相連的 好不好 我還是 我還是 我看人類似裡面很多意見 但是我還是希望大家可以 尊重我這個決定 並支持著我這個決定 我知道 聊天室裡面有人說我很笨 這不是笨跟聰明的問題 You know 也許你認為鄭先生的做法很聰明 他們今天克服降回很聰明 是聰明嗎 我覺得這不是聰明跟笨的問題 這是一個 我不想要對不起各位的一個問題 我不想要 你懂嗎 你們大家都是看我來的 我 我不想要 這不是笨跟聰明嗎 這個聊天室不要這樣說 這不是 我很笨 我不笨 我也很壞 要壞的話我也可以很壞 我相信要壞 大家都可以變壞人 但是我就不是個壞人嗎 你要我做壞事 我做不出來嗎 我沒有辦法 因為人家說 這句話我常常掛人家說 人家說 人家說 吃過季拜手頭 飲水要失源 雖然我是做一個企業主來說 我是做一個網紅來說 我一個人面對這麼廣大的這個 觀眾朋友 但是 吃過季拜手頭 所有的企業家 要對社會有責任 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對客人的負責的態度 我覺得是身為一個企業家 一個最基本的道理 就是我今天要出來做生意 同手無欺 誠信至上 這個我相信是 所有做生意的人 必須要最基本的 應該說 你先做到這一點 你再來說 我們的教練專不專業 或者說我們場地好不好 或者說我們的服務 或者說我們的課程 各方各面的 但是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 就好像小孩子 他要先學會爬 先學會爬再學會走 不可能直接飛起來吧 這不是聰明跟不聰明的問題 這是一個做人基本的道德觀 我覺得 今天是回我三觀 在這邊 我還是跟所有社會大眾朋友講 今天我陳某人 他說陳先生 我陳某人 我陳某人 但今天說出來一句話 我絕對做到 5月3號 按照七成 按照我在介紹會上講的話 這幾千萬 我一定會利用法律 去要回我的公道 至於說 法律 怎麼樣要要回公道 能不能要回公道 這已經是若干年後的事情 但是很珠喜 現在這一moment 現在這個時刻 我可以很驕傲 很驕傲的跟大家講 我處理 好嗎 我很驕傲 的跟大家講 我準備好了 我們的團隊也準備好了 官方會處理給各位 那衣服還在做 那如果到時候做不出來的話 可能會請你來管內拿各方面 我現在在想說 這個衣服你們要怎麼樣拿尺寸 所以說 可能要出個尺寸表 我會公開在我的網頁上 然後你們先量好 然後來的時候 你退費的時候 直接 或者提草給我 我不知道工廠要怎麼把衣服做出來 或也許要多做 多做一點 才 但是我擔心我多做 又丟在那邊 所以 可能 到時候看怎麼做啦 到時候看怎麼做啦 好不好 這個衣服的 東西 我還是跟大家講 我不是一個能人 我也不是一個聖人 我不是一個完美的人 我他媽真的不是一個完美的人 我也是一個 自私自利的人 我想要賺錢 這點我很自私 我想要賺錢 我想成為台灣首富 我想要 要租豪宅 開名車 租好的房子 吃好的食物 我想啊 真的 但是這種事情 我真的做不出來 該賠給各位的 一毛都不會少 一毛都不會少 但是我真的很賭籃 這不是拖好錢的問題 這是賭籃啊 你擺明這 你擺明這 拿他無可 就是 我也不會講 我真的氣到了 就是你拿他沒 就是 沒 他已經 沒有用了 你懂我意思嗎 已經 就這樣了 你懂我意思嗎 你傻了你 你覺得 現在是他小 明天如果大家會員有空的話 你可以打電話去試試看 看他會不會換一個 換一個說法 但是今天這兩天 我們接收到的所有的訊息 就是這個說法 剛才兩張電話 包含了二十幾通的會員 都有打電話來我們這邊 跟我們反應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覺得事態嚴重 所以我才想跟大家 把這件事情公布給大家知道 好不好 好吧 你說有 有 有 有他的那個 有他的那個地圖 有耶 真的有耶 看一下 看一下他的那個 看一下他的那個 他有一個那個 他有一個那個 那個呢 打卡點了 出來了 好奇 基於好奇 我們來看一下 好不好 這個都不是我去寫的喔 這不是我去寫的 我是造念喔 擁有專業說謊團隊的健身房 但是我不敢給你 因為我怕被嗆白目 再試試看 申請兌備至今 忽必在健身房 這也是發行房 我有權移 為交安業會收到退款的管價 還錢 超無制度可原 這應該是他們 他們有人去寫吧 剛剛加入 呵呵 其實這可以花錢的啦 這可以花錢的啦 這都可以花錢的 應該就是有 開始有花錢的 開始有花錢的 這個其實可以 行銷公司可以幫你做 這個應該他有花一點 小錢 做這些 之前都是我們的 這個八個月前 這都是我們的 他直接把它改掉 直接用喔 好啦我了解 我們那個 主管來講 之前是我們的啦 他近期的評價 就是 是近期的啦 所以他改的名 所以之前都是我們的 之前是我們的啦 所以八個月前那是我們的 要看近期的才對 我們在看的 我們來看的 為什麼 今天是我們的 好 隨便啦 隨便啦 反正在電話網路上這是公平的嗎 這是社會公平的嗎 這不干我的事 之前這個很多評價都是我們的啦 近期的評價都是大家進去寫的啦 我只是進來看一看而已 有看到我們這個女戰神的留言 照片裡面還有我們的LOGO 好 沒關係 好 那就這樣子吧 隨便啦 反正就是法律處理就要很拖嘛 就慢慢拖吧 你們比較重要好不好 這件事情過了 我自己去 好